今天在香哥里拉中塔啊 碰到两个大哥啊骑着摩托车环游中国 哎你好大哥啊 大哥从哪边出发 我是从北京出发啊 天津开始天津开始 现在这个走了哪条线了呢 呃东面沿海啊啊 东京云南前景云南边境啊 时间的中国边境啊 西双满纳西双满纳啊 嗯你这个车是多大的发动机 一千二一二五零一二五零啊 这爬爬山没有问题的啊 这油耗的百公里多少 5.5个左右 5.5那还行哈挺好的 赶上小汽车了 行 你这平常露营吗 不露营 不露营 这带的什么装备 主要就是春夏秋冬的衣服 这比较近藏 哦 这是海拔高比较冷 这是记录仪啊 这是行车记录仪 啊没整运动相机啊 啊没整啊 事儿大我整整不明白 哈哈也找不出来 行行多学习呗啊 行好的大哥啊 还有这边啊 这是我上海的朋友 上海的朋友哎你好 啊真的这个车太漂亮了啊 你是呃走的什么线大哥 我这次是上海 然后到 争议参加我们啊 第七届中国万里奇事俱乐部 那个七星活动 哦 会参加完之后 从争议到这里 啊是这样子的啊 那你现在这个骑了多少公里了 呃 你是说这次从上海出来吗 啊 三千左右吧 三千左右啊 就是你的目标就是围绕着咱们祖国转一圈 边境啊 这个全程下来得多少公里啊 三万四左右 三万四 三万四那只是现在刚走了 呃十分之一啊 呃我们上个月武汉大会之后啊 我就到那个云南瑞丽啊 还有关系东西云 这个东南云海那个啊 包括这个 福建啊 浙江上海这边 这些东南云海就鸡肚皮这部分 我已经有繁忙了啊 他剩下那个鸡尾巴跟鸡头 这次把它 不是说 挺好的挺好的 剩下两万多 像你这个车就是这么大得有多重啊 八 应该是八百多公斤 八百多斤嘛 四百多公斤 四百多公斤啊 嗯 像这如果说走到这个泥泞的路 倒了一个人好福吗 泥泞的路不好 我当这种干的路 它应该呼吸了没问题 它要要技巧的 啊 咱看一下这个车 福的时候它是要要技巧的 对 要技巧 一张废也会 哦 这个是天线 嗯 这个 啊 这是美国进口的哈雷 华翔 美国进口的哈雷华翔 旅行系啊 就是跑长途的 就是比较舒服啊 像它这个油耗呢 一点八百点 油耗大概五点多升吧 五点多升啊 哦 这里是个运动相机360的是吧 啊 嗯 挺好真的啊 呵呵呵 好谢谢谢谢啊 刚跑到这边 他们还没有吃饭 好了大哥再见啊 啊 你们去吃点饭 休息休息啊 小麦 见面 有没有 你 看 在那里 有没有 出 Guy 完全 我 不 在那里 他 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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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尴 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